价值型投资近年面对较大困难。风格整体表现顺于大市。对冲基金他也将自己归类作价值投资者。在2019年的年度通讯中,详细检视这个风格的潜在问题。价值投资只在打折买入低于内在价值的股份。 问题是当股市上升。很多价值投资者便不再仔细研究公司。因为价格已升。令其假设不会有抵买机会。他们转移聚焦少数下跌或没升过的股份。 从中寻找机会。这类便宜货通常试出有因。最终带来损失。作者们以一个例子。解释纯以股值筛选股票。而没作仔细研究的潜在误区。假设股市是一家零售店。 店员告诉大家,他们提供一千种货品。其中八百种价格一样,一百种质素极高。价格却极贵,其余一百种质无人问津。价格极平而且已有一千位顾客。翻过便宜货货,却选不下手。 他们解释。价值投资的直觉信念。是股值低廉可降低对质素的要求。数码时代来临前。又或过去买入便宜股并非时兴。 对机构投资者隐含极大职业风险时。与现今有大量弹药充足的私募基金加入抢夺真正的便宜货。 又或任何投资者上网按一按见。就能筛选出一百只股值最低的股票。 情况不尽相同。以往的便宜货确是沧海为主。现在却仿余有萤光招牌。纯粹以此作为卖点。 即使能够获利。多数要靠板块轮动或公司内部人士动作所致。 Kyra的做法。则反其道而行。尝试在八百种价格相当的货物中尋补。 因为他们相信公司之间。质数会有不同。他们认为找出个别价格与质数不符的机会。 软性找出一个单纯便宜的机会。因为如分析正确。除价格会反映外。 也能因公司质数。吸引其他投资人买入。相反单靠便宜。不时会落入逆向选择的困局。